新陳壽司 歡迎大家收看新陳壽司 原因是食招 所以這次開場是由我講的 這條招由上集到今集 這條招告訴大家 大埔富善街的街市 我決定每一集開頭 上一集我講我最近生活的事情 就是去大魚山游泳 弄得我這麼黑 我每集都講生活的事情 這條招在大埔富善街的街市 你猜多少錢一疏 九條 一疏九條招 在街邊的三果檔 如果九條招 如果三果檔 你那些不是香蕉 是叫皇帝招 我怎麼知道 這條不是自己的香蕉 這樣也不是香蕉 各位網友 大家來評評你 這樣是不是香蕉 這條當然不是香蕉 這條不是香蕉 這條是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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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領南大學的中文系的教授 陳文老師最近在他的Facebook 寫了說 他在沙田 沒有東西好買 即是新城市廣場附近 買一條褲回去 他寫得很好笑 他說明明是不知什麼 大馬加大馬 但誰知道買到回去 是吊腳的 可能買同裝 什麼叫吊腳 吊腳就是太短了 還有那個褲浪是很夾的 我懷疑陳文老師是買錯褲的 買了中五裝的家大 他便說 後來我去了大埔一些舊區 就像我富善街街市 七元九條蕉 就買了一條 即是一間很舊 很高的那些 婆仔和阿叔的時裝店 有的 現在還有那些婆仔和阿叔服裝店 知道哪些嗎 即是有很多扯褲 短袖襯衣服 有時是很正式 全部都是黑色 圓籠也有那些 即是婆仔和阿叔的時裝店 他便買了幾條褲 很便宜 他便很棒 即是你想說陳文是婆仔和阿叔 婆仔和阿叔 講完生活了 今集我們新淫透視 有些東西要去新淫一下 我想說一下港台最近有一個節目 叫做《窮富翁再戰江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紫健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 他是什麼時候播放呢 星期日的十二點鐘 他是做四集的 他用來攝攝城市論壇的暑假 星期日的十二點鐘 就做四集八月 我剛剛前個星期就看了一集 他們是一個辯論的比賽 《窮富翁再戰江湖》 每集就請回 之前窮富翁大作戰的一個主角 坐在米爾山和另一個主持人中間 兩邊是辯論的 一邊是正方 一邊是反方 另外請了兩間學校 一邊是正方 一邊是反方 我剛剛前個星期看了一集 就是請了羅健熙 即是你的朋友上去 還有梁己昌校長 知道嗎 仙如行 仙如行校長 還有余秀珠 知不知道余秀珠 單親家庭協會主席余秀珠 就是做正方 辯論是說貧窮是會和言下一代 即是叫什麼 格代貧窮 是嗎 有一個詞 不是格代貧窮 不是格代貧窮 叫什麼 格勢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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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那個貧窮是會遺傳的 反方有黃拔 黃拔懂不懂嗎 獅子山豪會 是 看這個格勢我已經覺得他很壞 真的很偉心 我很想打七王拔 不知道他有沒有在這裏做節目 有沒有啊 有沒有王拔有沒有在這裏做節目 很想打七他 我第一 第二個就是 發明家協會的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發明家協會 住那些獨立屋 那些主席 戴條蜜蜜 那些旗梨友 知不知道哪裡 另外第三個就是 又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是單親媽媽養大 現在就是經營 是女生來的 經營一間的 就是那些叫做 聲學顧問的公司 你想去澳洲讀書 等我幫你搞 搞過去那些 我不想說野雞大學 就是那些學 就是苦 的一些聲學顧問公司 那兩邊便辯論 那貧窮會不會是 禍言下一代呢 那我發覺兩邊 就是羅健熙他們 正方說的那些 就是很適合我們聽的 即是說現在父母 如果朝不晚 又沒有最高工時 又沒有最低工資 又搞到小孩 補習都沒有錢補 等等 諸如此類 但是反方那邊 一味就說不會的 我老爸夠窮 但是我現在 你看看我白手興家 我多厲害 最重要就是 努力 即是那三個王拔 發明家協會 那個屋契 還有那個單親媽媽養大 那個教人去那些學店讀書 那些顧問 就是說無論我以前怎樣 英雄莫問出處 我今天就一樣 你看看 新光頸領 住大屋駕駛車 這樣 兩邊 那個辯論 原來 即是我自己也是其中一集的嘉賓 我那一集是八月未播 未做的 我就和曹仁超 很奇怪 為何我會和曹仁超說正方 貧富懸殊是會導致仇富的 我的正方 我和曹仁超在一起 還有一個叫陳肇銘的朋友 在何喜華那裏做社工 說貧富懸殊是會做到仇富的 對面的就是宋立功 貧富懸殊是不會做到仇富的 仇富是不關貧富懸殊的事的 宋立功 有一個工業協會的主席 肥絲大席 另外還有一個 什麽什麽公司的顧問 很相類似的 而我錄完我的一集 我再看羅健熙那一集 我發覺政府和反方都是 換了一個論題 其實都是在說那些事情 總之反方說 那些貧富懸殊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個人肯努力 你個人肯努力就可以了 香港有很多機會 總有出頭天的 你不要軟天猶人 各位貧窮的貧富大眾 你那些年輕人 你那些八十猴 即是反方說這些 我發現兩集都是 你那些仇富的人 仇富是現在政黨搞出來 煽動民情的 貧富懸殊 更加激勵我們去努力 獅子山學會那個 警察王拔就是在說這些 那些事情 不好意思 你咬TV不說 他可能有一個做節目的咬王笨 可能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想的 他跟整個結構是沒有關係的 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 但見那麼多都是這樣 你想說什麼 我就是想說 一邊就不斷說結構的問題 即是政方 我覺得兩邊 其實都是有他不足的地方 而政方就狂說結構的問題 即是 李嘉誠有今時今日 你猜政府的政策 沒有他偏幫的商家佬嗎 你猜政府的政策沒有他傾斜 去他那裡嗎 哪一個 許寶強他講得好 李嘉誠你經常說自己 喂 喂 那時候我多艱難 我那個年代 比現在這個年代艱難多少 我不是一樣穿膠花 白手牽家 現在那些年輕人 可以一大學畢業 又說走出來拿中門 等等又說 申請公屋 又說沒有屋住 我那時候艱難過現在多少 現在多少機會 這樣 就是這樣 許寶強就說 那些 逢親那些說自己 靠自己努力 總有出頭天 就是什麼 什麼 愛拼財會贏 最重要自己個人努力 就得那些人 許寶強怎樣批評這些人 他說 你叫大商家 你不要以為 我們其實是 你說政府其實沒有補貼那些大商家 不是 許寶強舉了幾個例 我覺得好 比如 建多一個機場 或者 貨櫃碼頭建好些 其實是幫助你 是啊 教育做好些 現在教育 政府放了很多錢 那些公司 那些人 接受過教育 大學畢業那些人 是誰栽培那些人才出來的 是啊 就是 政府 社會 就是社會 所以 沒有一個人是孤島 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不可能 這個錢 就是靠自己的努力 這些工日 就是不夠努力 所以 其實 將所謂的個人化 等於教會一樣 將所謂的個人化 或者是 放棄自己個人努力 如何聰明 如何聰明 如何成就 如何拼搏 對 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太過個人化了 事實上 這些個人化的問題 我們不看歷史背景 和整體的國際形勢 其實是對我們的80後 並不公平的 因為在60年代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中國 是一個非常極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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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度封閉的社會 當時的轉口港 香港就成為一個 國際很重要的重鎮 在亞洲居 當然是他吃光了 當時新加坡 台灣都沒有挖起 他當然是癡然交花 就可以癡膠媽 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 買地炒樓 買地炒樓 當然 全靠共產黨 搞亂了香港 66年之後 全部樓市都倒下 他就吃著一條屎 吃著一條水 奇火可居 奇火可居 有這樣的條件 他才可以做到 今時今日的李嘉誠 是的 以及你看看 邵逸夫的法績史 何不常 不是和社會 和政治的背景 和當時的歷史 有關係呢 現在的人 有沒有交花穿呢 我們的 友好青台 非常好的義工 Steven 他堂頭一名大學畢業生 我不要揭汰他 他是私人 你不要說他的名字 不過 假的 你剛才說他的名字 假的 OK 斯文 你說斯文 然後這位朋友 既然在大學裏面 俗電腦畢業 現在要在某個 即是PCCW 都說了 不是 假的 都是假的 在PCCW裡面的 屬下裡面的 屬下裡面的 簽約的公司 笑什麼 Apple 過來 過來 Apple也是假的 其實沒有人在那裏 那裏 是 其實基本上對於一個人的生活 都不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 身遂 其實他所讀的書 做完 做搬貨 運貨 和插線 大家 搬貨 運貨和插線 大家如果上過 去過你家裏的那些隨時 你不要以為 跟你在討論 寬頻的那些是陳浩 其實都是 是斯文 是我們親密戰友斯文 是 一名大學生 是 大哥 你想想現在的大學生 是跟你插線 而李嘉誠 中學都不知道不阻而未那些 可以靠癡膠花 去到發達 那你說什麼呢 我就不是說李嘉誠有沒有讀書 不是說仇富 對不起 不是說他當時有這樣的機會 你明白嗎 而這個社會的膨脹 在那個財富的膨脹和壟斷 已經去到大家沒有位置走 沒有位置走 那你就不可以說你努力不努力 即是連你努力 那個機會 你都不知道怎樣 你不要再說難聽些 我肯做了 有些人 你是不是有石頭戲給你搬 現在今時今 有沒有小販做 有石頭戲搬 但已經不跟那個時候成行成事 我真的可以生活到 官食遊戲 是的 這個工種已經不多 你說你肯拼肯搏也好 你看整個轉化 李嘉誠你為何還 我不想罵你 但是你真的很可惡 你自己做了些事 即不是因為李嘉誠這個人 或是因為李嘉誠這種代表 那種 那種精神 那種精神 還有李嘉誠跟那種官商 或者那種傾斜 或者那種想法的文化偏見 你看看李嘉誠之前 李嘉誠他在貼膠花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機構叫你買iPhone 是 有沒有整個市場去迫迫別人 有一種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壓力 我們這個群體 或者社會人團體 當然很多 但我們知道很多 非社會人團體的朋友 一般的想巴族 他的生活指標可能 你有iPhone為何你沒有 為何你不減肥 你又要什麼 你又不封空 或者你的男士 為何這樣 這些其實 你可以有人的愚昧 或者愚居老大 但是這個社會 的確有 在這樣的大資本主義 家裏面的設計 生活模式 亦都在做另一種的迫爆 在窮風作戰江湖裏面 最無恥的就是 聽到那些王拔之旅的人 聽名字 如果叫左右右派思想 姑且叫他右派 是的 喂 窮人不是很慘的 有時候 我們有錢人 不如 早兩個星期 股市跌到這麼多 我們都很可憐的 嘩 多糟糕 是說這些 你看看 是否想 真的很風涼 而且在商口裏灑鹽 而教會裏面都說這些 最近浸信會 就是不知道幾多年的紀念 他就搞了一連串的 叫做 報道會 他們的主題就是 是 九浩正幫他們想的 他是整個設計的南台 負人OK 那個 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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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山聰都是去搶賣 很淡是有錢 有錢人和窮人都需要耶穌的救恩 他既然這麼嫌棄自己有錢 給我一屌你 顧正 混蛋 你又捲著那個荷包 然後又說你窮 就是這樣 請了林爾諾 司徒永虎 整個 今天是一種文化編見直入教會 浸信會的紀念 為何教會呢 香港教會的倫學素 我不說是賤都不行 賤都很厲害 這些神學 褲OK 迷惑很多人 是迷惑 邪都很厲害 如果你說 邪 同志是有問題 我不是想這樣比 邪的同志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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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 大佬 你起碼 你說到人家窮已經是慘 已經是有他自己很生活的艱難 你看醫生 你生活 我自己兩老 一個長期病患 一個罪人 大佬你真的沒有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買成人治療片 把整張床 你知不知道一個尿袋多少錢 沒有錢 怎麼賣 窮不是no way 富一不一定可以的 你求耶穌 求耶穌給一條 沒有 大佬 所以我鼓勵大家 網友去留意一下這些節目 真是衰得 有錢不要緊 有錢不要不折奪 我覺得是 你做些事 仇富是怎麼來的呢 一折奪 整個意識形態 直入了腦海裡的那種賤 送尿袋 李阿強那次 送尿袋 送成人治療片 其實就是仇富 李阿強不應該去參觀公屋 應該去劏房 去公屋 撿得漂亮 去劏房 先看到真實的 你真是跟我們青台阿TV 去就有東西看了 你跟政府看這條毛嗎 當然一人間 去到就 哎呀李爺爺 李爺爺 李爺爺 我很想吐 然後找一條小妹 或小小子 送花 送花 好漂亮 好有天分 你就是這樣 整個 那些高官來到香港 都是做這些事情 去參觀 然後說 哎呀你怎麼看啊 李阿強 我覺得他猜不到 他很親吻 我猜到了 整個劇情 然後說 我看他的樣子 我想摔他一鍋 無聲香港出家 下次 好今集節目時間夠了 下一集我們再見 西日不透視 拜拜